我想说的就是过去说要住房找建行 二十多年前其实是很不方便的 我也有切身体会 建设银行那个服务态度是很不好的 我申请建设银行的贷款 实际上还是公积金贷款 申请了半年时间 当时我担任外汇局的局长 还挂着中国人民行副行长 我申请都会那么大劲 别的老百姓申请就更难了 但是后来他们改进的非常快 现在完全走到另一个极端了 现在房贷发的很多 在大行里面的占比都很高 我们反复提醒他们要注意这种风险 因为其中很多人买房贷款是为了投资 是为了投机 那么将来万一房价下跌或者出现其他的问题 就是一个巨大的金融危机 所以我们一定要提醒这个问题 所以现在房地产的价格做一些调整 需求方面 结构也有所变化 对金融业来说是一个好事 但是我们不希望这个调整太剧烈 对经济影响太大 那么还要平稳地转换 对金融业来说 对金融业来说个人 对金融业来说你可以rzebri 对金融业来说 不仅如金融业来说